绍兴越城区居然之家三楼 有一家HTL家居店 2020年10月份 周女士在店里订了一整套家具 包括餐桌餐椅 电视柜床价 床垫等 优惠后总价34,000元 2022年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床垫 为什么2022年才发现 因为生了小孩 主卧太小了 我嫌主卧太小了 然后我们要不太什么都移到这里来 移到这个寺卧来 第一个晚上就发现了 这个床垫超级无敌软 就整个都会陷进去很累的 周女士介绍 当初主卧跟次卧选的是一样的床垫 但实际睡上去的感觉相差很多 联系门店后 老板娘同意更换床垫 今年又发现了 这个皮的床全都发现了霉点 床的四周框框这个地方 全部出现了大面积的霉点 然后是我打扫卫生的时候发现的 然后这个后背也发现了霉点 照片中 床架的皮质材料上 有很多黑色的小圆点 周女士说 门店派人来处理过 黑点是看不见了 但出现了很多 蓝色的类似颜料的痕迹 去看 给它护理了一下 护理了之后呢 还是有一点点 它那个点点黑色的是什么呀 我们问过工厂了 因为它那个房间 一直没有开窗子 然后呢 各种梅雨天什么的 它就 也可能是滴了水了 反正就是那个 发霉了应该是有一点 我从来不要跟你讲过 我的窗户有没有通风什么 是你们店的售后来了 所以说你不知道的话 你不能乱说的啊 我们我们家 我们是在 你怎么给别人下这样的定义呢 我们家我们是在住的嘛 对吧 那我们又不是说 从来都不住这个房子 我们在住的 我们两个门 两个窗户 两个房间都是一样的通风什么的 那为什么主位一点问题都没有呢 徐老板说 虽然已经过去了快四年 但门店愿意把床架返厂 进行更换 需要300到500的运费 店家要求我们来承担 但是我觉得这是商品质量问题 然后我希望店家来承担这个运费 一开始联系过市场监督管理局 然后他帮我们调解了运费是200元 82年这个床垫 我们发现了有质量问题嘛 所以我们在床垫 他给我们换的床垫 是换了便宜的一档 我们已经在这个床垫上 就是亏了一笔钱了 所以我们就是不愿意再承担 这一次的费用 他的床垫睡没睡过 其实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追究 但是直接就给他换了一张 我们得给他处理的方案 我认为我们是很用心的 免费给他全部更换 他使用了这么久了之后 那收一点点运输成本 也是情理之中的 而且我们是在跟他商量 不是说强迫性的 你必须收了 给我这个钱 我才帮你做这件事情 周女士告诉记者 他本来也想好好沟通 但之前门店的态度 让他很生气 说你如果买了一个冰箱 是跟老板娘买的 然后售后发生了 那不是售后专门人员处理吗 对啊 你如果售后他不理你 你问我 你说老板娘他不理我 你直接退个收获了 那我只能 再去怎么样 不是也可以吗 远远不是200块钱 所以说你说不理是不可能的 你不管我们也没有去 一定说去验证 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引起的 但是我们默认 这个费用就是我们来出 给你整个皮给你换掉 这个费用已经出了 也已经有态度 我把你东西都弄好 再给你200块 我维护我自己的正当权益 我觉得我没有错的 现场双方沟通后达成一致 门店表示 和气生财 愿意承担运费 188黄剑记者绍兴报道